大家好,我是麦克,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赛斯书《健康之道》的第二章的第二部分 也就是1984年1月27日这一节 那这一天是星期五下午4点08分 今天甚至比之前一天还暖和 这个罗斯,当我把车倒出车库的时候 气温是不可知信的45度 华氏,就大概有十来度的样子 信不信有你,当我放低车库门的时候 管控车门上下的弹簧机构坏了 以至于我无法完全把车库关上 所以当我一到了330的这个病房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高家门 这是一家车库维修的这个公司 请他们如果可能的话 今天下午叫人检查一下车库门 我给了指示并叫他们寄账单给我 我希望今天就来修 因为是星期五 真吃了一顿非常好的午餐 当他吃饭的时候 我告诉他好几次 我有一种预期的感觉 仿佛有一些事想告诉他 但却想不起来 只不过我没有忘记任何事 这种感觉 有时这种感觉相当强烈 这个罗说 我想有些事告诉你 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 但是我告诉你 这事不会忘的 不会漏掉的 我肯定会告诉你的 很有意思 他们两个从两点半到三点 在看追寻这个电视系列剧 他们以前前几节里头 他也谈过 他们也看到了 那里面关于什么雪人 这些 这个追寻也讲到这个 这是一个探索节目 类似于 而那个节目的令我想起 几个我在种种不同时候 思考的问题 那个节目讲的是 广岛原子弹的爆炸 轰炸 以及其后面的效果 比如说有癌症 就是因为放射线 导致了后遗症 罗的问题是 与必然 住在或者组成辐射线的 这个意识 有关 就是造成这些原子弹爆炸的 后遗症的罪魁祸首 就是这个辐射线 放射线 我们以外称之为 而这种放射线 按照赛斯的说法 它肯定也是由意识组成的 或者是由意识生成的 然后 罗的观点是 为什么那种意识如此的毒 为什么如此的歹毒 会让人类得如此重的疾病 以至于我们人类 无法忍受它 一旦被这个放射线的意识 只要 短短的一个时间 就会让人得癌症 如果严重的话 当时就会死去 然而 以普通的说法 我们曾经创造了它 这是 是他们创造了辐射线 是我们创造了辐射线 他单说 这个为什么我们创造辐射线的意识这么多 我告诉真 像癌症这种病也一样 当我们无法忍受它的许多情势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创造它们呢 这是罗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 对人危害这么大的东西 他们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 按照赛斯的说法 你说世界都是善的 人天生就有这种善的意向 对健康的这种意向 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毒的东西的存在呢 他们是怎么存在的呢 然后他就继续跟真说 其实通过这一点 你就知道 其实罗对赛斯的很多观点 他还是将信将疑的 他并不能完全说服自己 然后罗继续告诉真 罗的想法 像风诗症啊 举例来说啊 跨越了所有的历史的空隙和文化 就是到处全世界都有风诗症啊 因为真得的就是风诗症 而其源头 风诗症的源头是什么 就在对个人为了种种的理由 而怕动的反应 风诗症就是风诗性关节炎的 内在的底层的信念是他不想动 他害怕动 这种害怕动是他的底层 对外的反应出来的症状 就是风诗性关节炎 而真本身就是这个病的受害者 真仿佛对这种想法有点惊讶 因为这说到了真 我说我有好一阵子 意思是有好几年来都觉得这是真的 罗其实一针见血指出了真的问题 但是真觉得好惊讶 我怎么会有不想动或者怕动的想法呢 罗说我好多年来一直都这么想 他觉得真就是因为不想动 才导致他的风诗性关节炎 然后罗又说 我希望塞斯在书里 终有一天 他会 最终有一天 他会谈到这种问题 三点 真开始读昨天的课 无论如何 他都不是处于最好的状态 但在我些许的帮助下 他设法读完了 他在三点二十分结束 然后最后做的是很比较好 罗继续整理信件 你看罗其实每天的工作很忙 但是他每天都抽出下午的一部分时间来回复读者的信件 真告诉我说他有点惊讶 到现在这个魏德卡德威尔都没有回两周前的信 真说他有点惊讶 为什么没有回信 但是罗说 我想事情 其实就如我们所有人想象的那样运行就好了 罗这时候就说 你不要去想这些 你就想象结果都是最好的就行 无论如何 我并没有给这个叫魏德我们的电话号码 按理说人家给他捐了这么多钱 而且他们中间还有很多关于报税啊税务上的问题 他应该给人家留个电话 方便于交流啊 因为总是写信 信来信往的这个 效率太低了 当时电话早已经普及了 在美国 然后罗说我也没有给人家我们的电话号码啊 虽然我计划要给 他打算要给 而我们与他啊 及其他提供帮助的人都保持了一个距离 就是罗和珍 针对帮助过他的人 包括这个啊 魏德 他们都有一种 距离感啊 就是他们俩的这种特点 我不知道怎么来形容啊 就是 他们很怕跟对方发生那种过于 密切的联系 或者过于亲密的联系 或者怕他们打扰他们俩的私人生活 他们基本上不给他们留电话啊 你有事可以写信来找我们啊 然后罗说这句话很中肯 如果我们那样做跟人家刻意保持距离 也很难期待别人 不那样对待我们 就是别人对他们也会保持距离 人家能感受得到啊 明明写个电话号码 很多事情打个电话就能解决的 非要你写一封信啊 解释一下 他在写封信 说一下 这写信呢 还得打字也好 手写也好 还得贴邮票 还得寄出去 那哪有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问题 这么简单呢 可是他们偏偏不 到了3点55分 卡拉已经量过珍的体温了 华氏98度 而尚恩量了他的血压和脉搏 这在相当 还在相当早的时候 林进来给珍点眼药水 之后 他的太太说他准备好讲一节课了 然后赛斯就来了 赛斯说我再次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 对 这一节啊 并不长 非常短 但是这一节的内容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我为什么单独把他作为一节 因为他内容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赛斯把他在上一节说 就是很难 把有与生俱来的倾向和心态 能够转移成语言的这个部分 赛斯啊 不知道用了多少的方法 终于把他变成了一种 我们人类语言可以理解的东西 就下面他说的这几条 12345 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类 在诞生的时候 就具备的 或者是就携带着的 与生俱来的 他上一节说的那种 最初始的 那种原始的心态 那种念头 那种情绪 或者是统称为某种信念 或者也可以称之为 内在的 这种心理的倾向性 你可以称在上一节里头 他也管他叫内在的心理倾向性 而这部分 他上一节说很难用文字表达 但这一节 他立刻就 否定了自己的说法 他用文字给我们表达出来了 这中间 我想赛斯肯定做了很多的努力 第一条 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 每个人出生的时候 他的最原始的心态是什么 不论他 这时候还没有语言 还没有什么那些人类的那些想法的东西 最原始的 他第一个 他说我是个极好的生物 是我存在宇宙里的一个有价值的部分 这是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 都有这样的一个念头 第二个 我的存在 蓬勃生机了生命的所有部分 正如我自己的存在 也被其他的造物 所蓬勃升级着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的存在 对万物 都是有帮助的 就像 我的存在 也是因为万物的帮助 而蓬勃升级 换句话说 就是价值完成的 一个具体表述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用最普通的话说 就是这个 而这一切都是自动发生的 你不需要想怎么去为人人 你存在 你只是存在 你就是在为人人 你就是为了所有部分 同时 别人的存在 其他物种的存在 也是为了 你能够更好的存在 所以说 你仅仅是存在 就有利于万事万物 其他的万事万物的存在 也有利于你 是这么一层关系 而这个认知 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知道 第三条 对我而言 对个人来说 生长发展 及利用我的能力 是好的 自然的 而且是安全的 而在如此做的时候 我也蓬勃升级了 生命的所有的其他的部分 第三条说什么 生长发展和利用我的能力 对所有人都是有好处的 不仅对自己有好处 而且是自然的 安全的 是好的 这非常重要 这一条 第四个 我永远被 我是其一部分的宇宙 所护持着 就是我是宇宙的一部分 那我 这个宇宙 是护持着我的 而且是永远 被护持 永远 被恩宠 护持这个词 用的也非常好 恩宠 用的也非常好 而我如此存在 仅仅是因为存在 不论那个存在 是否以肉身表达出来 这句话非常有深远的意义 就不论你是否具有肉身 你都是被你是其一部分的这个宇宙护持着的 就算你在死后或者在你没有出生的时候 你也一样被宇宙所护持 所以这是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最根本的一个信念 所以说那些天生具有恐惧 担心 什么黑魔法 什么怪物 什么谁谁谁会伤害我们 宇宙会来伤害我 万幸会伤害我们 宇宙中会存在一种邪恶的势力 会来伤害我们 这些念头根本都是不存在的 这是根本不需要的 也没有必要 这都后来的人 我们自己认知上的一些偏差造成的 而我们天生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塞斯相当于解密了人在出生时候的 那个最原始的信念 他这里头把它总结出来了几条 这是第四条 就是我们永远被宇宙恩宠和护持着 不论我们是什么状态 不论有肉身还是没有肉身 第五条 第五条 我天生就是个善良有价值的生物 而所有生命的元素和部分也都具有善的意图 这就是我们三次经说的 人之初心本善 人之初心本善 所以这句话不是 这个什么心灵鸡汤 或者是人生什么 不是的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人之初心本善是对的 天生就是个善良有价值的生物 这是要告诉的 而其他的 你说只是我是个善良有价值的吗 别人是不是不善良 不是的 别人跟他跟你一样 所有生命的元素和部分也都具有善的意图 其他也是一样的 其他的生物物种 跟你一样具有善意 天生的善意 第六条 再其次 所有我的不完美 所有其他生物的不完美 在我存在其中的宇宙之更大的计划里 都得到了救赎 这句话也非常的重要 我们的人生和我们的世界 不是充斥着完美 也有不完美 但这句话 他给了我们很多人的心理安慰 就是自己的不完美 还有其他人的不完美 在这个宇宙的更大的计划里头 他都会得到了救赎 都可以被接受 都可以被原谅 都可以被包容 这才是一个宇宙应该有的样子 而不是说宇宙只接受好的 那些不好的 他就要去惩罚他 收拾他 不会的 不论你的 还是别人的 不完美 都会被接纳 包容 允许 这是一个人 出生的时候 就具有的信念 上面说的是这六条 是一个人出生的时候 就具有的态度 这些那些态度 就指的上面说的那六条的态度 那些态度都与生俱来的 在身体的最微小 最精微的部分里 在身体的每一个原子 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器官的一部分 而他们用来激发 所有会促成 促进成长 与完成的身体的反应 婴儿并非生下来 就害怕他们周围的环境 或者其他生物的 确实是 这个我们都尝试 出生牛都不怕火 小孩会玩很多 什么蝎子呀 毒蛇呀 什么的 他根本不害怕他们 天生就不怕 反之 这些婴儿 他们沉浸在幸福 生命力 和生机蓬勃的感觉里 他们天生就是这样子 你看所有的儿童 小孩都是这样 一直在幸福 他笑啊 你看他吃饱了以后 舒服了以后 那笑的 那种笑是发自内心的 生命力那就不用说了 那小孩的生命力 非常的旺盛 生机勃勃 那你都知道了 他们把这些 都视为理所当然 需求将被满足 而宇宙 是对他们 很有好感的 他们这些需求 都将被满足 被谁满足 被宇宙满足 因为宇宙 对他们 都很有好感 他们觉得 是其环境的 一个部分 他们 因而觉得 自己是环境的一部分 一定会被这个 环境 它是环境的一部分 那环境怎么会伤害它呢 就像你的身体 怎么会伤害 你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呢 那你是 假设你是宇宙的一部分 那宇宙怎么会 是来伤害你呢 同样的道理 他们并没带着狂暴 或者愤怒的感觉出生 小孩出生 不是狂暴和愤怒的 而基本上 他们并不会体验 怀疑和恐惧 小孩更不会有 怀疑和恐惧 对 都是后来才学会的 诞生 是以自我发现的说法 来体现的 就是为了自我发现 自我探索 你才诞生到这个世界上 这是以自我发现的 并包括自信 宇宙之秘密心脏 温和的升起 与绽放 说得像诗一样的美 我们诞生是来干嘛 是来发现和体验 我们的自信的 就是发现自我 体验 自信 这就是我们来的这个世界 诞生在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个目的 或者意义 而这种自信 是由哪里绽放的 这个自信 是由宇宙之秘密心脏 温和的升起 与绽放 那这一块呢 塞斯其实指明了 我们每个人的自信 从哪儿来 从宇宙的秘密的心脏 温和的升起 而绽放出来的 而这个自信的绽放 会带来我们生命的诞生 然后开始探索 自己 探索自我 探索自信 在最后一段的时候 真的电梯门 房间外的电梯门的火灵 火警铃声响起 那个奇怪的铃声 非常令人分心 而我 以为他再也不会停了 然而 真留在出神状态 在几次停顿之后 继续了他的内容 他说 相反的 许多人相信 出生是一个创伤 甚至是一个激怒的时刻 很多人说 人出生的时候很愤怒的 其实不是 为什么愤怒呢 说当离开 婴儿离开母亲子宫的时候 出生 是生命最可贵的自然过程 最自然的一个过程 根本不是创伤 根本不会愤怒 即使在被认为不正常的诞生里 有一些诞生 比如说 抛肤产 甚至银产 就是不正常 很多人说 这个抛肤产 小孩也会愤怒 因为你从子宫里把它取出来 等等 婴儿那方面 仍有一种 发现与喜悦的感受 他这里说 他这里说 就是在抛肤产的时候 婴儿和顺产的时候的婴儿是一样的 都会带着发现和喜悦的感受来到这个世界 而不是科学家告诉你的 他带着愤怒 带着激怒 带着一种创伤来到这个世界的 在本书里头 在这本书里头 稍后我们会对诞生的过程 还有更多要说的 目前 我只想指明 以最基本的说法 人类的诞生 就与任何自然生物一样的 井然有序 以自发 就是人类的诞生和其他的自然界的 其他的物种的 花开花落 一样的井然有序 一样一样的是自发的 是自发的 记住 自发性在这里头起了关键的作用 自发性是宇宙的基本法则之一 在我们的三维实践 它变成了一种生长法则 而一个小孩打开其自信 就像一朵花 打开其花瓣一样 就是一个小孩打开自信 就像一个花 打开花瓣一样 这么自然 说每个人的自信的绽放 是如此的自然 不需要额外的什么东西 不需要你修行到什么境界 打坐冥想到什么境界 开启什么神通和能力 通通都不需要 你的存在就是一个神奇 你本身就是神通 你就像开花一样 一个花朵绽放一样的自然的 去绽放你的自信 这就是这么简单 对 这就像六祖慧能 经常说的 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等等等等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自然 我们一直在讨论 与生俱来的倾向性与态度 理想的说 应该是一辈子 与你同在的 这是你与生俱来的 倾向和态度 上面说的都是 而理想的说 如果不受后面的 外在环境的影响 不受你后来受的 所谓的教育 所谓的这个 我们认为的 有意义的那种 科学的教育的话 那这些与生俱来的 态度和倾向 应该跟你 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 它会引导你去实现 表现你的能力 而当你的知识 经由经验而扩张的时候 找到其成就 他说会让你去 表现你的能力 潜能 然后 在你的经验和知识 扩张的时候 找到这个 自己潜能扩张了以后的成就 实现其成就 你的成就 是基于你的能力的 这里记住 理想的说 这同样的感受与信念 也该帮助你 带着一种安全 支持和保证的 态度 让你感受死亡 说这种出生时 与生俱来的倾向性和态度 会在你死亡的这个时刻 也会加以护持 让你感觉到死亡 也是一种安全 被支持 被保护 被保证的 不会让大多数人在死亡的 或者接近死亡的时候 有那样的恐惧 那样的担心 说这个状态 是一个人 最理想的正常的状态 从出生与生俱来 一直带到你死亡 他这一生 都在护持着你 就这个与生俱来的倾向和态度 也就是你内在的心理倾向性 他会护持你一生 虽然这些天生心理上的支持 永远不会全然的离开你 他们不会完全离开你 他们往往被人生后来的遭遇的信念 所降低 所减低 那些信念 颠覆了个人的安全与幸福感 你后来所接受的很多的成人告诉你的信念 或者社会告诉你的信念 或者你学习到的这些东西 它是颠覆了你个人本应该具有的这种安全感和幸福感 而我们通过学习 要把这种与生俱来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重新拿回来 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意义和目的 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应该有的 天生就有的东西 评论 再次开始评论了 再一次的 我加速了那些友谊疗愈过程的一些坐标 就关键点 叫珍在读读昨天课里头 与他相关的资料 什么资料 就是让他毫不在乎的去想他已经完全康复以后的样子 而这个部分对所有的人都是有意义的 他说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 再次的按照我说的那些节奏 但要知道我就在此 并且是可以接近的 他就要离开了 然后罗赶紧说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再次说可以 对他说是有关我们今天早些时候谈到的 在辐射里的那些意识 那对我们是如此强而有力的意识 或者在癌症里的意识 他还没说完 他想说这些意识怎么那么歹毒 他们为什么有存在的必要 他想说这个 他没问完呢 赛斯就打断他了 赛斯说所有那些资料 以及类似的资料 在本书的里面都会谈到 都会讲到 不过你可以把这些问题记下来 当他们自然发生的时候 你来问我 赛斯说当我会自然而然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再来问我 你不要突然就抛出这么一个问题来 在牛马不相及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单独给你放下 前面的这些 我在讲一个人出生的时候 与生俱来的这种倾向性的时候 你现在问我 为什么那么歹毒的意念会存在 你说这个时候 完全没有办法 跟我现在的这个东西融合在一起 通过这些小事 你看到赛斯不是一个言听计从的人 不是一个方方面面都回应 罗和珍的需求的人 对于这种他们 看了某个电视节目 而产生了某些信念 某些想法的点 赛斯在很多时候都是不予回应的 赛斯会按照自己的节奏 按照这个内容的自然的流淌 输出来谈到 但是赛斯告诉他 放心 这些问题会谈到 但是会自然而然的谈到 而不会突兀的就跳出来 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是格格不入的 好的 他说谢谢你 在4点30分的时候 珍喝了点姜汁气水 吸了一根烟 他说他将在本书中谈那些问题 我告诉珍 关于辐射 就是这种辐射 就是放射 它涉及的意识 以及像癌症这种事 它应该是迷人的 独特的东西 罗有种直觉 他们应该是迷人独特的 而不是像人们想的 那么邪恶 歹毒的 并且 我想 我必须开始写 一页的问题的列表 且最近的每节课 都带着他 以使我不注意 让他们溜走 不让这些问题溜走 这个罗是属于多此一举 他会想 万一以后忘了怎么办 忘了就是不应该去讨论的话题 而正常的话 赛斯会在后面的内容里 自然而然包括这些内容 你提和不提 他都会包含在里面 但是他可能讲了那个东西 对罗说来说 他可能不知道那个内容 是回答他这个问题的 这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其实赛斯明白 这些问题肯定都会涵盖其中的 晚餐以后 我读赛斯提到的 关于昨天上课的那段 那个段话给真听 他们是非常的好 就是让真能够 蛮不在乎的 去想象自己完全靠服的样子 就忽略眼前的事实的 去想象 就是上一节的那一段话 就是最后的那个评论的那一段 那段话 我希望你们如果身体有疾病的 或者是说健康上 还有一些问题的 可以把它抄下来 平常经常去看一看 然后对那些没有疾病 或者没有问题的人 你可以把这一节的 我们前面总结的那六条 赛斯告诉我们 每个人与生俱来 就应该携带的这些 心理的倾向性 态度或者信念 把它记下来 抄下来 这个应该伴随我们一生 这个是应该伴随我们一生的 如果我们忘记了 或者我们被其他的信念给颠覆了 这些我们应该与生俱来 具有的信念的话 你现在再把它给颠覆回去 你现在再把它找回去 所以说上面那六条 我希望你们能够 如果可能的话 把它写下来 每天都读一遍 每天早上起来 看一遍这六条 这个是每一个人类 每一天 都应该保持的一种信念 那应该是我们的核心信念 才是我们的底层信念 那个信念 才能让我们发挥每个人的潜能 实现每个人的价值完成 达成我们个人的价值和成就 同时也能保持你的身体 一直健康 这也是健康之道的意义之所在 就是希望你们能去做这件事 我也想相当显然的 由于我对于目前心理学的教条 说婴儿生来就没有任何原动力的评论 赛斯开始讨论的那些属性 对他就他其实对这个是耿耿于怀的 罗布相信婴儿出生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正好赛斯的观点 呼应了他的观点 他非常的兴奋 他说今晚当我到家的时候 我的预期都实现了 有一封来自于这个魏德卡德威尔的信 他们以前担心说这两个星期 为什么不给他回信 车库的门也修好了 这两件事情都如罗的预期一样 如约而至 好了关于这一节的内容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 虽然很短但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的这一生学了赛斯资料 如果别的你都没记住 你只把这六条每天早上能够去读一遍 或者看一遍 就单单就这一条就能让你一生不会得病 所以说这一节的重要性 我要单独把它提出来 最后还是谢谢大家的收听 祝大家都有神奇而美好的一天